新鮮飛河家園促進會今天正式成立 由民進黨立有參選的成為火災人會長 並且有強調會副 已經決定在 2022 年達成飛河家園的目標 而推開平反的臺灣會議的指標 因此是決定從今天開始深入基層 半禮禮拜長以上的座檔會 宣揚飛河家園的理念 邀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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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族 憲癮 憲心 憲懾 憲懾降 展現階末家園的絕心 darn 竹河四面堂 國民黨及議員陣容局也派出服務處主任委會 一起加入實現非核家園的行業 非核家園不能和忠實目標很難得懂 幾步是怎麼樣才能夠拿到一個維吾家園 就是因為過時的維吾家園 只能夠拿到高學就夠了 我要怎麼樣拿病狗的長生運到台北去 我要從哪一條路去 我要怎麼去 接著有一個不見解方法會討論 但是忠實目標是我們就先到台北去 所以忠實目標是 就是每個維吾家園 當然我們也贊助 但是它就整個構成範狀 它用什麼樣的光勢去搭檔 這個世界的經濟態 都找出不一樣 但是這樣敏感的 就能勤勤到我們 整個維吾家園基金會 會長成功過程料 今天剛好是日本海島核災發生第100天 可是災害卻持續擴大 而沒有地震 海嘯等天災的德國 也決定在2022年 達成飛河家園的目標 可是科技管理能力與經驗 都不如德國和日本 台灣 卻沒有時間標 為了早日實現飛河家園的目標 促進會決定從今天起事入基層 辦理一百場日上的座談會 分享飛河家園的理念 結果 政府已經選擇 幾個比例實施 飛河家園 義大利國國的 也能夠好好地現 我們才能夠 對於我們本業時 我們核實公圖 我們對河市 我們經費很多技巧 經費很多的可能 在那裡來到這裡 很多不可能 這就是 我們必須要辦法更可能 這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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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能夠高 我們會 我們宜蘭館 既立河市政經的宜蘭館 共同的打招呼 能夠把我們台灣 我們的宜蘭 早日 實施 飛河家園 宜蘭新人之久 來 心怎麼不斷 每一段時間